誰能滿天飛舞跨過美麗的弧線 誰能盡情狂飆 準確命中同心 來自世界各地飆風戰士 齊聚台灣一較高下 歡迎收看 飛鏢戰士如何飛天狂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里 歡迎收看2013年 台北國際飛鏢公開賽節目精華 這是我們台灣飛鏢界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比賽 也是第一次透過電視轉播 呈現出來的頂級賽事 這一次總共有來自日本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等國際一流的飛鏢手來參加比賽 也是我們台灣選手參賽人數的 最多一場賽事 主辦單位中心保全 希望藉由這一次國際賽交流 推廣台灣飛鏢運動 也讓台灣的飛鏢手有機會 和國際的一流選手切磋比拼 感受大賽氛圍 增加經驗 讓台灣飛鏢水準和世界接軌 中心保全在2010年 就在台灣獨家贊助 第一屆中心保全杯飛鏢大賽 而同年他們也以贊助商的角色 協助AI在台灣辦的 台北國際飛鏢賽 而今年2013AI大賽 不只由中心保全和AI共同合辦 中心保全更是最大的贊助廠商 AI也算是在台灣第二次在台灣辦 中心保全就有這個榮幸 剛好今年可以去贊助這個比賽 帶回來台灣給台灣的選手來參加 他是男女都可以打 他又是20小時 你只要手能舉起來都可以去練 台灣可以多了解飛鏢的話 台灣的市場可以變越大 2013台北國際飛鏢公開賽 3月16、17號 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一連舉行兩天 以世界飛鏢聯合會的正式競賽規則來比賽 比賽器材是MEDALIS電子飛鏢機 MEDALIS電子標靶在2005年正式引進台灣 希望能推廣為全民運動 並走向世界級比賽為台灣爭光 也正因如此 MEDALIS長期贊助AI的比賽 他們相信飛鏢是我們生活中 眾多運動的一種 利用這個容易入門的運動 與人分享更多比賽快樂 不只純粹 只有比賽的輸或贏 這運動可以涵蓋更廣年齡層 不管是單獨一個人 或是兩人對抗 或是團體比賽 一個室內空間 就可以盡情享受大鏢樂趣 飛鏢這麼有趣的運動 但是對於大多數的國人來說 是很陌生的 接下來我們特別請到大會的執行長Rick 簡單的為大家介紹飛鏢的基本知識 打標是現在台灣新興的一種時尚運動 現在為各位解釋一些打標的小常識 標靶上黑心到地面的垂直距離為173公分 而黑心到頭子線的距離為299公分 所以打標是一種非常適合在室內玩的運動 現在為各位介紹一下標靶上的分數分佈 標靶的最外圈是不予計分的 以20為例 這邊是雙倍也就是40分 這邊是單倍也就是20分 這邊是三倍也就是60分 這邊也是單倍20分 而紅心的部分 紅心外圍較大的區域通常是25分 而紅心的中心點區域是50分 但因為遊戲或賽制上的不同 我們有時候整個紅心都會算成50分 所有參賽選手都必須要具備 MEDALES電腦飛鏢機所認定的等級 總共300多位男女選手 要分成10組依照等級的差異來比賽 在3月16號第一天的比賽當中 看到個人組的部分分成ABC三個組別 另外在雙打比賽部分也是有等級上的差異 而在3月17號第二天的比賽當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國際職業個人賽 國際公開個人賽 還有國際女子個人賽 以及國家之間的對抗賽 除了國家對抗賽是採取五戰三勝之外 其他組都是三戰兩勝 每一組會先有小組的循環賽 取前兩名晉級單敗淘汰的決賽 各組各盤比賽項目如下 看到有701分跟501分的比賽制度 另外還有對抗的Quickage 另外在國際職業個人賽 以及國際公開個人賽當中 也是這三種比賽制度來並行 飛鏢有很多賽制 隨著種類不同變化規則 國際上的比賽大致分成01和Quickage 我們來看看01的賽制介紹 一局總共20輪的射標 雙方以501分或者701分開始來扣分 先歸零的就拿下勝利 另外說到了Quickage 遊戲當中15到20分紅心內外 射中才算有效區域 射中在打開區域的部分都算分 基本上則算一種對抗性質比較濃的賽制 而這一次2013年的台北飛鏢國際公開賽 吸引了相當多的國際高手 畫面上看到來自新加坡的林良華 Pauline她是國際一級的知名戰將 另外這名飛鏢高手 來自香港的林鼎智Riden 也是這一次的奪冠熱門人選 她是香港國家隊的主力戰將 香港代表隊另外一名成員呂正德Masa 是這一次最年輕的參賽選手 雖然年僅15歲 但是從小跟著父親一起練標 已經在國際賽場上展露頭角 另外看到女子選手 這一次可以說是各方美女齊聚台北 算是今年2013年台北國際飛鏢公開賽 最吸睛的賽事組合 而她們共同的目標就是直指冠軍獎盃 台灣選手方面 黃毅群、曾偉毅、蔡子豪 資格賽表現突出 是目前狀況最好的台灣飛鏢手 我們非常期待 這一些選手們的精彩表現 ちょっと休憩 次は素敵な番組が来るよ